我是你的家人梁哲睿 今天我們來聊聊馬克超 但跟上一季不一樣 今天要教你們三個新的進階動作 那在我們上一季的馬克超教學當中 還記得這個動作嗎? 那在這些基本馬克超動作當中 如果你已經練得非常熟練的話 相信對於你現在的跑步姿勢已經非常的進步了 那今天我將教你們全新的三個進階動作 讓你可以進一步把你的跑步效率更進一步提升 好 那要教你們的第一個動作呢 就是上一季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 我們有馬克ABC三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呢 我們要教大家用A跟B的整合 來訓練你的動作協調之外 也讓你的動作流暢度連貫性可以更好 所以還記得上一季教了A嗎? 馬克A抬起來三個九十度的動作 待會三個九十度的動作呢 我們要連貫做一次馬克A 點地之後 接下來接著做馬克B 抬腿加上前抓畫圓 所以待會的動作呢 就是A加B A加B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 連續的做慣性的向前 那這個動作呢 如果你做得好的話 對於你的腳主動抬腿這件事情 會有幫助之外呢 你的抬腿之後連接的下抓動作 也會更有效率 這個時候對你跑步就非常有幫助喔 那我們就來示範給大家看吧 好 那首先呢 你要先練習一下你的馬克A的基本動作 就是抬腿三個九十度 那你可以先做馬克A的練習走 當你身體習慣了之後 我們加入馬克B 練習抬腿加畫圓向下抓 畫圓向下抓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馬克A加馬克B習慣了之後 我們就把它整合起來 變成A加B的連續動作 像這樣 你的動作呢 我們先從走路開始 抬 抬 畫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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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走路已經很習慣了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到動態的方式 好 所以我們就把它加入墊步的動作 左帶的動作呢 就是抬 點地 畫圓 點地 抬 點地 畫圓 點地 連續的向前 抬 畫圓 抬 畫圓 抬 畫圓 像這樣的方式呢 可以訓練你的腳 除了主動抬腿這個動作之外 你的協調轉換也會更有幫助 那剛剛做的是單側前進 如果你已經做了很習慣的人 可以挑戰一下 把它變成兩邊同時的換邊前進 做給大家看 動作會是一邊抬 畫圓完就換腳 OK 像這樣 抬 畫圓換邊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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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圓換邊 再做一次給大家看 抬 畫圓換邊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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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以上就是第一個教大家馬克A加B的整合動作啦 如果這個動作你可以做得很好的話 對你在跑步當中 就是抬腿往下抓的這個動作 會更有效率 這個時候你前進的換腿速度 頻率就可以有效地增加 而且不會浪費太多時間 在做抬腿 在做往下踩這件事情 你的身體會自動記憶起來 變成一個習慣性的動作 對你跑步就非常有幫助喔 OK 相信剛剛那個動作應該已經拷倒一堆人了吧 那個協調難度 其實是非常有挑戰的喔 那第二個要教大家的動作呢 我們要做的是CCA 什麼是CCA呢 還記得之前做的馬克C 抬起來留在屁股正下方 大腿抬腳踝留在屁股下面 這個動作 那這個動作練習的呢 是你的腳在推登離地之後 快速收腿的動作 這叫馬克C 待會我們要做兩次的馬克C加一次的馬克A 馬克A就是剛剛講的 三個九十度的抬腿跑 所以待會的動作呢 會是兩次的馬克C一次的馬克A 動作就叫做三步一抬腿 看起來像這樣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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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次的馬克C 第三步變成馬克A 這個時候就可以有效的呢 幫助你做抬腿換步 再推登離地 快速收腿的這個動作 讓你身體更有記憶感 那這個時候你在跑步當下 就不會有太多腳以巴的情況出現 而是可以趕快的做抬腿向前 並且屁股是夾著一起往前 不會留在後面的這件事情 對你跑步就非常有效率喔 好那一開始呢 我們可以先練習做馬克C的抬腿走 你可以先讓身體習慣 那你待會在做的時候 要做到馬克C的動作 抬大腿 腳留在屁股重心下方這件事情 所以連續做一下 馬克C的抬腿走 讓身體習慣 那做完馬克C之後 我們回來做馬克A的動作 腳抬的高度變高了 三個九十度標要不見 動作會比剛剛的幅度再大一點 那待會整合呢 我們就是要把兩個動作加起來 所以動作呢 會先做兩次的馬克C 一次的馬克A 所以你在做三步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停頓點 再開始下一次的三步 動作會像這樣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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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兩次的馬克C 一次的馬克A 來組成一次的三個動作 那你在這三個動作當中 記得你做到一個頓點可以先停留 讓你身體先稍微的適應一下 如果你做了越來越熟練 我們再來做進階版 所以再做一次給大家看 入門版的動作就像這樣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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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就像入門版的動作 如果你已經做了一段時間 你也越來越習慣這個動作之後 我們就把動作進展到 馬克C加馬克A的進階版 待會的第三步 都是連續的不停下來 所以是一二三 一二三 節奏變快 難度相對也會變提高 所以動作看起來呢 就會像這樣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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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次做三步的過程當中 你的動作跟動作之間是沒有間斷 是連續再做轉換的 所以在前進的時候是 CCA CCA 再做一次給大家看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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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動作做起來 看起來連貫性比較好 相對難度比較高 因為你在兩次的低抬腿過程當中 換步頻率一定是比較快的 但你在第三步的時候 腳抬變高了 這個時候 相對來講 往下踩時間就會拉長 你可能就會因為這樣節奏變慢 有些人就會做成這樣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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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沉下去 這個時候 對你來講效率就變差了 所以記得提醒自己要夾屁股 身體曲幹永遠乘一直線 做起來 不要有往下做的動作 身體都是乘一直線 OK 學會了嗎 那我們就來做下一個動作吧 OK 那最後一個動作呢 要考驗大家的 就不再是已經是有敏捷性的問題 最後一個要考驗大家的是 協調性的部分 那這個動作呢 跟馬克C的動作延伸有一點點像 動作一樣會是做馬克C的抬腿動作 但我們在做交換步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是要做到雙腳同時著地 然後做兩腳同時起跳的動作 但起跳之後 你要做到單腳抬的動作 好 所以大家先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動作該怎麼做 我們在做的過程呢 要做雙腳同時的點地跳躍 點地跳躍 但在跳躍這個瞬間呢 希望你們跳躍的過程當中 每次都可以帶到一隻腳往上抬 每次都是換腳抬腿向前 但在著地的這個瞬間 都是雙腳同時碰到地板 那這個動作要做的要點跟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跟地板接觸時間越短越好 碰到就離開 碰到就離開 重點是你在離開之後 你的腳要做到不同邊的斜點 一條轉換 單側抬腿 單側抬腿 這個時候就可以考驗到你的協調能力好不好 再做一次給大家看 做的時候呢 雙腳同時著地 雙腳同時著地 站在跳躍的過程當中 每次都是單腳抬 單腳抬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抬腿的時候 就做馬克思葉的動作 那這個時候要訓練的呢 其實就是大家在跳的這個當下 跟地板接觸的時間 跳一下就走 而且不會掉下去太多 要考驗的大家就是 抬 抬 抬 保持你的重心 都在同一個高度上 不會往下沉太多 然後抬腿的時候 每次都是換邊前進 那這個動作呢 就可以有效的訓練到 你的協調能力的問題 如果你協調不好 你可能在跳的過程當中 都會變成 卡住 不知道該怎麼抬腿 或者是 沒有辦法做連續的輕快向上跳 這時候對你的腳 在支撐這個當下 轉換重心的過程 可能就會效率降低 因為你重心會往下掉 對你來講會比較不OK一點 所以這個動作 如果你可以把它效率提升呢 對於你在支撐轉換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很有效的去進步 所以記得做的當下 就是盡量兩腳同時著地 跳的瞬間做單側的抬腿 去做轉換協調的訓練 抬的時候跳起來馬克思 著地的瞬間 兩腳同時著地 如果你覺得這個動作很難 你可以先從入門的開始 就是從跳繩開始 雙腳同時離地的這個跳繩一樣 接觸地板時間越短越好 然後盡量看到我的腳這邊 做的時候 不要有膝蓋掉下去的過程 而是你跳的瞬間 都是繃直的碰到地板 瞬間離地的瞬間 不會有太多的彎曲出現 彎曲越少越好 這樣才可以降低你腳 沉下去的時間 對你跑步效率才更有幫助喔 好啦相信在今天 教你們三個進階馬克思的動作之後 你們應該做到都 像這樣卡住了吧 那記得持續鎖定我們的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囉 掰掰 這樣會不會太短了 這樣結合會不會太短了 不會啊 這樣結合會不會太短了